中午考SPA很好成绩的学生一定是准备上大学 如果你不上大学你干嘛还要考那么好的成绩对吧 如果你像我这样马马虎虎的又不上不下的 那你就看这个影片吧 让我来告诉你到底要不要上大学 长辈们都说呢书中自有王金物 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呢你就会这样 但是也有人说读万简书不如行万里路 也许你会说很多人也没念大学 但是也很多人成为成功人士啊 问题是你确定你跟他们是同一类人吗 好曾经的我我已经用两年的时间去完成我的diploma 然后我再出去面对社会工作一年 然后我再返回校园然后完成我的diploma 所以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只能二选一 千万别学我这样去了读书然后再工作工作呢再返回校园再读书 感觉就好像 你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你就直接跟他结婚 结了婚你才去了解对方 感觉怪怪的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如果要知道我怎么选就要从我小时候开始了解 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开始我的成绩也不好也不坏 但是就是保持在10名到15名以内 我这种保持动作就好像叫你拿着一个水平尺保持在中间6年 小学就这样平平无段的过完然后就这样上了中学 这个就是我中学的样子上了中学过后我又破了我人生的另外一个记录 就是我几个星期没有开过书包 但是每年在班上我都做第一第二排不是因为我成绩很好 是因为有风扇 我们都知道中学是自动升班因为不论你考的好或者考的不好 不议因为你差而升不到班 所以大致上我去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见我的朋友或者是在班上从头睡到尾睡到房学为止 你绝对不会明白我到底有多能睡 我严重到班主任都打电话给我妈妈叫我妈妈去学校看我睡觉 你以为我在考玩笑吗不信的话你去问我妈妈 你记不记得老师中学的时候叫你学校看我睡觉 当然记得啦第五年死人了 老师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学校看你睡觉 中午毕业过后有些人已经上了大学 余兴认已出来工作 但是我还是无所事事 很像前途很模糊的那样没有方向 那是的我已经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所以我决定了上大学 中学过后赢不出我手料 我认识了一般更好玩更棒的朋友 我们去到哪玩到哪总是无所不玩 总之有的玩我们都会在玩 但是第一个学期我拿成绩给妈妈看的时候 她并不大高兴 因为她不知道我的成绩还比 跳后下的更快 这都怪我中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 连上大学一点功课也追不上 每次考试都临时包活脚 没到前一天才读书 然后每天晚到三个半夜都不回家 那时候的我已经知道世界已经不能再重来 已经不能到回去之前我已经错过的东西 我已经决定付出双倍的努力 双倍的速度去追上别人的脚步 结果我换来的是 证明以前慢半拍的我只要付出双倍努力 双倍的速度也可以跟人家一样 如果你问我大学好不好玩我只能跟你说 best moment in my life 这个影片已经分享我的大学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过 如果你有时间你有能力能上大学就上大学 因为上大学给你一个很完美的回忆 让你改是老来不会有任何遗憾 没有上过大学 如果你中午毕业出来你不需要赶着去外面赚钱 因为你不应该把不重要的放在前面 而把重要的放在后面 关于工作的东西我已经不大想分享 因为工作你得到的是钱 但是如果上大学你能得到很多美好的回忆 因为区区只能花你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中午出来你不需要那么早起去走工作 因为大学毕业过后你还有很长的要跑 你怕没有的工作吗 这就是我对先上大学或者是直接去工作的看法 好了影片来到尾声了 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型的影片是吗 你们可以给like我 如果你们还想看关于什么话题的呢 你们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影片很棒 你们就share出去给个like我 当然要记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所以你们的share 你们的like你们的subscribe 绝对是我做下一个影片的动力好不好 拜拜 拜拜